我吞下去了 很压情的 卫生机团 嗨大家好我是CIA 现在我又在讨人机场了 又是跟我们的仓鼠 可以叫你仓鼠吗 可以可以 我们这次要飞去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人生中会去到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那边 超级紧张很害怕自己什么东西没带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真的是 偏奇葩 总之 我们就是要去印度 很酷吧 这次是搭国泰航空 我们会先飞去香港转机 再从香港飞去德里 那我其实还蛮期待这一趟旅程的 这一趟旅程我也会拍vlog 之后会陆续上片 所以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这次影片我就会不专业开箱 国泰航空飞往德里 在香港转机 超不专业 那我们就go 阿队忘了说我这是不是趁我朋友的员工旅游 我们要去登基门了 我们今天搭的是国泰航空CX443班机机型是A330-300 我们是坐经济舱 谢谢欢迎 兴奋兴奋 这样子就要先去香港 经过商务舱偷拍一下 努力寻找座位中 A330-300经济舱座位排列是242 座椅是蓝色的布椅 头靠部分可以向内折 避免睡觉落枕 虽然国泰的这台飞机设备较为老旧 但用起来真的很赞 除了桌面宽敞 膝盖跟前方座位居然有超过两个拳头的距离 算是我坐过偏宽敞的经济舱 耳机规格是3.5mm简易耳招式耳机 荧幕就是呃...偏老的那种 电影大概有这些 没有到很多但也算是够看了 为儿童设计的儿童天地超可爱 还可以选主题换桌布 我们的飞机有个DK 我们的飞机都要可以发来做发动 就好 我才能够吃 台湾飞去香港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起飞没多久 空服员们就匆匆上了餐点 今天吃的是鸡肉饭 应该是港式的吧我猜 没错我有耍雷了 努力善后终 终于迎来我的第一口鸡肉饭 就是很正常的鸡肉夹饭 来一口高地菜 嗯 完全没味道 根本水煮 就酱瓜大概是整盘最好吃的 然后遇到乱流超晃 还硬要对焦超好笑 快到香港啰 我们到香港了 耶 但因为班级连累 我们感觉一下又要去登机了 他的降落的时候超晕欸 我们两个都快吐了 今天乱流超多 然后一边很晃一边吃饭 可恶 我真的有烧麦跟蛋挞 想要来香港抱这两个人 现在什么都没得吃 对不起 希望还是可以吃到一点东西 我好饿哦 我们要进去了 好 跟大家介绍 这是我的前同事 前同事 我在公司的第一个朋友 对对对对 然后只相处一下 没错 居然在这里相见了 好 你想逛街吗 我想逛街 那你想干嘛 我想吃东西 我们现在要去找食物了 我们已经过了转机的那个安检 好像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去逛一下吃个东西 希望有好吃的 香港鸡层蛮漂亮的 对啊 这个好大哦 好美哦 猜给大家看 这个Chanel怎么回事 太美了吧 拜拜那间 这是Louis Vuitton 怎么这么漂亮啊 没东西吃了啦 哭哭 很像吃什么雪恶顿木瓜 有麦当劳 那麦当劳是香港鸡 好吗这个哇 剩下这个 有什么烧鸭 云吞 之类的 有藏粉啦 哦 看你想不想 好啊 我们讨论看看 他要睡了 刚才被云莹哥太想睡了 香港鸡肠杯太大了 这个闸口也太多了吧 我们要的东西在这里 看不到冰室耶 不是啊 我们十月就是再来吃就好啦 Chanel 没问题 现在就放弃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碗甜汤 我要吃炖奶 好好好 你吃炖奶 我要吃芝麻糊 结果我们居然要搭这个 机场里面的电车 才能到我们的家口 猜猜我们有提早来 放弃吃东西 不然我们应该来不及 我买了星巴克 星巴克的菠萝包 蛋塔 还有这个 椰子水达人 喝星巴克的椰子水 飞去印度德里的班机是CX679 机型是A350-900 第一次搭A350好兴奋 经纪舱座位排列是333 这台飞机就新蛮多的 座椅也是不移 有附一颗小抱枕 还有一条毯子 跟一瓶水 啊这个置物架只能开一半 我是不懂什么意思啊 桌子就是正常大小的桌子 膝盖跟前方距离竟然有三颗拳头耶 我的笔电包在下面好可爱哦 今天做的66J 好妙哦 来看看荧幕吧 比起上一台飞机的荧幕有比较新 但触控反应还是顿顿的 不太灵敏 没错 我们要飞去德里啦 这个动画我觉得好可爱 地图上看起来距离超远 从香港飞到德里大概要飞6个小时左右 电影部分内容跟上一台飞机是一样的 这位小姐起飞后立马饮酒 傻眼 接着飞机餐来啰 得到了一个辣鸡肉饭 吃起来很咸又很辣 这个面包大概是整盘里面最好吃的了 真的是感激到不行 原因你等等就知道了 现在要来吃这个疑似马铃薯的东西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应该是印度式的 总之是我无法接受的味道 接着是印度甜点的样子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还先偷闻一下 又是这个脸 吃起来超级甜 而且掺杂着奇怪的味道 应该是印度香料吧 蓬蓬的甜点跟我不太一样 也来吃一下 我的反应太真实了给你们听原因 我该不会这七天都会这样吧 这个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再度味道冲击 是优格加上奇怪的香料粉 这个 我还是喝酒好了 吃哪个 这个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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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刚刚在机场有买星达克 抚慰我的心灵 准备降落咯 好香 啊 好香 耶 耶 我要印度了 如何这个空气 re 感觉有点特殊的香气 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说很臭 這教我們什麼都教我們要樂觀思考 等一下就要坐車去我們的飯店 就可以準備睡覺 因為現在已經是這裡 已經晚上十二點 反熱 我們一下要早起 哇 歡迎我們來印度 還有這個花耶 這是真花唷 好啦 我們到飯店了 好累喔 現在已經兩點四十一分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洗一洗睡 明天早上六點要起床 我們只剩下... 呃... 不到四個小時 還要卸妝洗澡 應該是睡兩三個小時吧 這就是今天開箱國泰航空非印度的影片 那我也會拍印度的Vlog 之後會上片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把這段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也要搭國泰航空的朋友 那我們就印度Vlog見囉 掰掰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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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